林荫先生的阅读曲 欢迎大家来临由观乐瑜基金会主办的 林荫先生的指引作品展览 首先热烈的掌声欢迎林荫先生之外 为大家讲几句话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ll of you to present this exhibition organised by Rui Gunyak Foundation The paper art exhibition by Mr. Benson Lam Let's give a warm welcome to Mr. Lam for a few words He would like to deliver to us Thank you 各位朋友來賓 很多謝各位今天光臨來參觀我這個展覽 希望能夠在視覺上帶給大家一個新的思維 大家可以在不同的藝術領域多一點的交流 這些紙製的一些手工手作 是我用了比較半年的時間去構思 也結合了一個新年的景象 中國新年景象去做一系列從未有人做過的 一個有關造型的作品 很多謝各位 也多多指教 希望能夠在日後大家也多多支持 有關在手作展覽方面的藝術 多謝各位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hibition First I would like to give my gratitude to the Fundersang Cunha for this very wonderful place for the exhibition And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hold an exhibition here in Macau where I was born even though I'm not even live in Macau that often I used to live in some other country for work But I'm glad I come back here and I met Louis Cunha de Fundersang And I really, really want to thank Mr. Alberto Marcel And Mr. Zhuang Lau for his assistance during all the process of this exhibition I hope everybody would enjoy the exhibits of these paper models And would help us to promote more of this kind of the handcraft in papers Thanks very much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o you all Thanks Thank you Thank you Mr. Lam 林先生請留步 現在展覽的儀式馬上開始了 現在有請今晚的主理嘉賓 進行這個簡單而隆重的展覽儀式 首先有請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代表 雲保倫先生 Mr.雲保倫 Mr.雲保倫 Representative of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Macau Special Amity Region Macau 跟著請我們的好朋友 吳在權先生 吳在權先生是澳門智慧人民 例證會的會長 Mr.吳在權 President of Macau Wisdom Humanity and College Political Association 跟著有請 陸希先生 澳門 美術協會的會長 Mr.陸希 President of Macau Artists Society 接著來我們請澳門東方書畫會的會長 梁旭輝先生 Mr.梁旭輝 President of Assistant Dependula e Caligrafia Macau Oriente 最後我們想請我們的副主席 冠澤忠先生 Let's welcome Engineer Rui Bledou Gunja Vice President of Rui Gunja Foundation 好的 現在剪載儀式開始了 各位嘉賓拿著一把金的剪刀準備一下 我會講一二三的 I will count from one to three Let's cut OK 大家準備 一二三 好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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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個合照 大合照 大家站得親密一點 Let's stay close together to have a very nice group photo 好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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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林先生 大家跟著林先生去做一個介紹 好 等她 好 等她 好 小姐 好 好 在這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因应我做了这张摆车 各位 这一只我做了一个灯的 这一只守护士 石狮子 石狮子的其中一个造型 我将它后面改变过 所以整个轮廊也有点不同了 我重新将它再塑造过 可能有点威猛点 这个看上去的样子 有点威猛点 有些人给我的意思 在这里我也做了一些改动 不做桌圆形 我觉得做一个这样的造型会比较适合些 配搭就以两种颜色来做 不用古董色来做 就想做一个新鲜感 给大家一个清爽感 另外一种感觉 另外这一只就是重新塑造的一只 一条錦尼 这个是我去年看到联画的时候 有些感理的造型里面 参考出来 我就改动了它 做了一个感理 这个也是一只灯来的 其实是一只LED 家里放一只灯 在这个模型里面 我是利用了不是配色技巧 我是利用了东方的感理里面 你看到这个是龙袍来的 寓意就是一个东方的文化 同样一个造型 这里我是用葡萄牙瓷砖的感觉 葡萄牙瓷砖的感觉 也塑造了另外一条感理 变成融合了东西方两方面 另外一种技法就是半立体 这个就是狮子 这个狮子是一个半立体 这个半立体的我们叫做衔子 衔子 用衔子艺术来做 其实它花的时间也是很长的 我们也要设计好稿 然后根据线条 那些纸去做角色的技法的卷 摺 屈 屈 再用一些小工具去定好形 慢慢把它粒上去 这样来做 这个设计是我和另外一个工业设计师 一起合作设计 他们的领域是很专注 我只是用手作去体现出来 我的专注最主要是做三维的 比较多些 但我也都喜欢尝试不同的 那么这个其中是一只狮子 那么用的时间 其实都差不多要成十二到两个礼拜 十二日到两个礼拜 那么我也都做一些设计 我们是喜欢利用一些平面的设计里面 去体现一些立体浮雕的效果 所以我在这里里面 我就做了一个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 也是以低密度多边形来做一朵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平面设计 再结合一个半立体的做出来 它的灵活性就是可以我们将一幅画 做到很大幅玫瑰花 而中间有一个位置留给一个立体的做 这个感觉另外也是一种相结合的 一种体现的表达方式 这个就是一个平面的 接着跟大家介绍那边的这个 我本身好做也都很喜欢玩摄影 这里我做了也是半立体的鱼 用了一个所谓的鱼眼镜 Fish Eye Photography 就将我拍了的照片 直进去里面 就跟鱼结合 就寓意它有鱼眼效果 这个我自己想的一个方式 就是从数码的有关设计到摄影的方面 我想办法自然一点去植入一些半立体的表达出来 那之后我们看看这边 那我过去呢 其实我最早就是做各种不同的宠物 宠物的 宠物狗仔的 那这个呢 是比较一个餐厅朋友做的 是用来摆 酒啊 或者矿泉水啊 在他餐厅呢 有些人喜欢一些很特别的摆设 那我就设计了不同的底座 和这些呢 是拿起了呢 也都可以是有个功能性在里面 除了是装饰性 甚至你如果喜欢在家里放一些碎银啊 或者一些粒粒粒粒的东西呢 也都很实用的一些东西 那我就设计了呢 大概有八十几款不同的狗仔 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疯狂的宠物狂来的 很喜欢养狗的 那所以我也是做了 那今天没办法 我也都做了一个半身的 穿西装的 打煲胎的狗仔头 在家里放的 那这个呢 也都是一种很多人养的 最普遍的一种宠物狗 那其实它也都是 加个底座 有个LED灯的功能 是一盏夜灯来的 它也是一盏夜灯来的 那我介绍这个 这个也是一只狗仔 柴犬 Shipper 那也是另外一个 和贵妇狗的底座不同 就是它们的设计感是不同的 是 有些人就将这个设计做花瓶也有的 This is also for wax the bottles 那所以在体验不同的质感的纸来做 这些纸的做法 是完全不同的 用的胶水等等的东西 那另外呢 我就再介绍这个位置 那这幅画呢 相对没有狮字画那么繁复 但是呢 我是最喜欢唐朝的 因为我们祖先姓林的 就是源自唐朝 那唐朝的飞天 这里呢 就是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曾经在新疆生活的时候 我再去到处去研究西域的历史 我是很喜欢唐朝的有关的文化 西域的文化 就有敦煌那边 飞天 这个 我就想了之后 就和我的设计师朋友 就去构思 这个飞天的造型 和这些花 会不会过多 应该是用什么花呢 这样去想 这个构思 用显子的方式做了出来 那我下一步呢 就会用这些半立体的形式 再做过一个飞天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有山 有云 全部都是以刚才的雕刻的性质去做一幅画 和这种技法不同的 在构思 接着我们再从这边看过去 很少人 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做麒麟 麒麟是一只瑞兽 我都很喜欢放麒麟在家 他的难度想了很久 就是他三只脚 站到 有一只脚是要站起来的 大家看到很多麒麟都是前提起的 那我就想了很久 怎样可以令到他能够站得稳 这个也是一个想法 因为他不是雕塑 那这个就是一个子的造型 一个球 这个球呢 通常是给小朋友练手 必经要去学的 怎样去做的 那麒麟的造型呢 一会儿你会看 他是长和 麒麟是瑞兽 很和善的人兽 所以他是不凶猛的 那麒麟是振宅 那麒麟的 那麒麟是振宅 那麒麟跟着来 那麒麟跟着来 那麒麟 styles 那麒麟开始 那麒麟是谁 這個月份,新年後後有情人節 所以喜慶又有個心 都是跟情人節有些結合的題材 有個心形做在這裏 這個就是第一代的龍 當然不少這條龍的造型 其實龍的造型有很多 我亦看了日本的龍,韓國的龍,東方的龍 在不同廟宇上的龍,九龍壁的龍 我跟他的造型有很多東西 我再重新設計過他的毛,他的鬚 所有的部位,我再重新綜合了另外一個小小變動 其實龍的造型有很多個設計稿 這次製作了這個龍的燈,它也是一個LED燈 我們通常要關掉所有燈,沒有燈光才能體現到它的效果 這裏直入了裡面有一塊LED片 我們通常在家裡就會像充電線一樣 插了它之後,燈光就會亮 我們也會用了一個所謂的帽子 那裏有些是通了洞 令到它有一個燈光效果 就不只是它亮 有一個效果反射出來 這個龍,你會看到很多人會覺得龍、麒麟 頭部很弱,很像的 看下去 但你看到我造的龍和麒麟的樣子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那個鬚、眼、角、毛是不同的 所以我把它區分出來 不要混淆到這條龍和麒麟一樣的模型 那就很容易做了 所以我一定要用了很多時間去考慮 有關他們的區別在哪裏 好了,龍燈介紹了之後 我再介紹這個就是最早有發我去做這麼多半立體畫的題材 因為我當時有個德國的客戶 他和我訂了一些茶的時候 我也做了一個茶壺的模型 有關的茶的裝飾給他的店舖 和他送給客人的一些紀念品當中 他就很喜歡這一方面的表達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蓋碗 是半個的半立體蓋碗 然後想了很久 一個就是有關茶山採茶的意境 就和他對到題了 然後也有喜慶的我最喜歡的龍和獅 一個茶山意境飄出來的煙 上面就是一個茶山 被人聯想到位 有一個蓋碗、一個茶器 和上面這個茶山的意境 然後這隻很多人都問我 這個獅子 這個顯紙材料的紙 是我和朋友說 是有得賣的 你可以自己去做 主要我拍檔的設計師 他是做供應這個材料設計之後 所以成品是要自己砌 都是DIY的 鼓勵 立體模型的好處是什麼 其實對小孩子有很多教育 動腦 又動手 令到他的專注力更加提升 令到他要知道 先砌頭 或者先砌手 或者先砌哪裏 整個結構要去想 令到他做事的條理性 是訓練來的 其實不是說玩具那麼簡單 或者是怎樣 其實裏面我們也會根據一些簡單的模型 帶出希望教到一些小朋友 然後去形式 還有在保育的動物那裏 也做了很多 有鯨魚、狐狸、不同的造型 保育的一些提材都有 針對小孩子 這樣展覽的 所以我們還有兩件的介紹 應該是在前面應該都大概跟大家講講 那這個 這個是跟大家傳統上想的 有關的南方的獅子 不同的是我做整隻 還有我們要用平面的配色 去做它下面的身 但要現代感一點 有趣一點 所以就做了一隻這樣的設計出來 就把眼睛、不同的地方 配不同的顏色 去做出那個紙的做法 就不同 剛才那些全部都是顏色 正式配正式的配色 這個就完全整個 是用不同的顏色 是偏上紙裏做的 用平面設計 它可以做出很多種 就像你們看到錦尼的龍袍 和那個瓷磚的感覺 那我就做一個叫做 新中式現代派的藍絲仔 這樣 那一個第一代的這個獅頭 也是 這個獅頭就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 大家第一眼的印象 就是一個獅子頭 那這個就和很多不同 就是因為它不是扎作 扎作大家知道 在這裏面是先用竹條 練好所有的支點 令到它能夠可以很挺 碰下去都很難 做到它有一點點凹了 但是呢 這種就是空心的 所以它有一個技巧在 要怎樣用紙、用膠 令到它能夠挺 不會凹下去 那其實這些呢 如果擺放 有些朋友嘉賓問過了 其實這些擺放在家裡 兩三年起碼的 不會變形的 就算潮濕都 你怎樣潮濕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不是普通的字 那所以我在做這些 有關的指藝的方面 對此的要求 它的質感和膠水 真的要不斷嘗試 那很多謝大家 也都很歡迎大家 有什麼好多多指教 好 Thank you Excuse me If I've been speaking expring all Chinese to them 多謝各位 參觀完之後呢 我們有少許茶點 招呼各位的 那就請大家在裡面萬用了 多謝各位 先喝杯東西 謝謝 請問一下 我可以做一下 為什麼 也都有 請您 請20 請問一下 你 請問一下